請問老大週五首播冷氣團會是乾冷還是濕冷呢 好的 那我們從這個電腦模擬 可以發現到就是在這一個禮拜 是會有一些天氣劇烈的轉變 第一個轉變就是在週四的時候 就是可以看到有一道封面 大概中午的前後 它就已經影響臺灣了 那會造成中部以北都會有一些短暫性的降雨 但是它走得很快 所以到了週四的晚上就逐漸的轉乾了 週五之後又是另外一個天氣 就是它是屬於大陸高壓籠罩的天氣 我們可以看到到了週六的時候 這個高壓的這一個氣團 還是籠罩的這一個全臺灣 預計這樣子的天氣 就會造成在白天是有陽光 所以感覺不到冷 可是入夜以後氣溫會降得很低 因為它有輻射冷卻的關係 所以預計在這一個比較空曠的平地 可能會降到十度左右 那在臺北這個氣象觀測站 它可能會觀測到十四度 甚至於比十四度還低的這樣的溫度 也就是說它會符合這個大陸冷氣團 這樣子的一個強度 那所以整個來看 它會是一個乾的這個大陸冷氣團 所以到了白天不要被陽光騙了 入夜以後要特別注意保暖 這是下一波的主要的特性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今天的雲圖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中層雲 不斷的移入 雖然它水氣不多 不過造成主要的降雨 還是底層的東北風所帶來的 我們來看一下雷達回坡 就可以看出來有很多的這個回坡 大致上會影響到中部移北 那可以看到它移過的時候 通過的時候並沒有什麼降雨 那造成降雨 主要還是在淫風面 我們來看一下實際上的觀測 在地面上面 就可以看到主要的雨 在淫風面上面 以北海岸東北部 這一帶比較明顯一些 氣溫方面就是在北邊 還是比較偏涼的 可以看到在這個北部地區的高溫 也大概只有二十一度左右 那在中部南部 它還是比較高 所以有二十九度三十度以上的 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那明天整體上 氣溫會稍微回升一點 不過這一個整個形態 並沒有太大的改變 就是說會下雨的地方 還是在淫風面 那以北海岸跟東北部 還有在東部都有一些降雨 那當然就是北海岸東北部 雨會稍微多一點 那這一個氣溫方面 比今天會稍微回升一些 那這個未來的天氣 就是在周四 這個封面很快的掠過去 所以它影響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接近中午到晚上 之後就開始逐漸轉乾了 那之後是好幾天的晴朗穩定的天氣 因為都是受到這個高壓的 這個大陸高壓的影響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氣溫上面的變化 基本上可以看到明天後天 因為有一點回升 雖然說還是偶爾會下雨 所以氣溫回升到二十四度 低溫也會稍微回升一些 主要的變化是在周四的 這個下半天開始 晚上氣溫就開始下降 那到了禮拜五 可以看到高溫好像沒什麼下降 這其實是因為陽光的關係 看到低溫的話 台北市一些地區 可能會降到十三度 空旷一點的地方 就要注意十度 十一度都可能出現的 那這樣的天氣會延續下去 一直到禮拜天的白天 才開始氣溫回升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明天 還是屬於北邊比較偏涼一點 中南部是早晚涼 那下雨呢 迎風面還是有雨 以北海岸跟東半部的雨邊 比較多一點 那周四呢 在中午前後就有封面 然後之後周五呢 開始是一個晴冷的 這種天氣形態 以上是最新的天氣